大家来看看这传统古早味的普阿波季 每年6到8月正是破布子的采收季节 腌制过的破布子酸酸咸咸的口感 正好是夏天最佳的开胃菜 而一般常见的破布子是颗粒状的 不过在云林县的刺同农民 则是将破布子做成传统的饼状 更容易保存食用 就在稻田旁边唯一的一棵树上结石累累 果子通通采收下来 满满一整盆它就是传统的古早味 破布子 每年夏季6到8月就是破布子的采收期 农民采收清洗后以盐巴腌制备用 而在云林刺同时把大量的破布子熬煮三小时 等到破布子果肉煮熟以后冷却 做成饼状更容易保存 做成这样 像在冰箱如果要炒鱼了 所以晚上也会这样吃 一般印象破布子除了拿来配稀饭 还能把破布子饼撕成小块烹调 不论是搭配炒豆包炒蒜头九层塔 都是好下饭的菜肴 除了破布子饼破布子本身就可以烟清 无论直接吃还是蒸鱼煮鸡汤都可以 古早台湾农民一般吃不起肉 破布子饼吃起来就好像肉的口感 加上豆皮或豆包更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 夏天胃口不好来到破布子酸酸咸咸 吃了好吃又便宜的开胃菜 结果正义云林 炒豆